这辆长途巴士凌晨出世 不只毁了许多人的家庭天伦 更一并夺走两位准新娘的性命 让原本充满期待的婚礼 如今变成了一场空 其中一名遇害的准新娘 是来自雪兰的巴生的印尼女子拉努加 生前在新加坡一家工厂工作 本来准备与未婚夫从新加坡回乡度假 没想到早上八点的一通电话 让家人泪崩了 由于拉努加生前与妈妈关系要好 家人担心妈妈闻之死 是会情绪失控 所以从巴生一路上都满着老人家 直到来到了顶世间再如是招来 为人母者闻讯之后放声大哭 情绪一度崩溃需要家人搀扶 失去至亲的还包括来自如佛的莫哈莫哈尼站 她的未婚妻诺诺塞达都与友人乘坐巴士 打算到森美兰出席朋友的婚礼 没想到半途遭死神懒路 不但朋友的婚礼去不了 也当不成自己明年一月的婚礼女主角 以对友情人从此阴阳两格 目前14名死者家属已经陆续到停尸间认领尸体 至于16名伤者则在马坡中央医院接受治疗